大家好 星期五的一天 大概都可以有一天的计券 如果你需要点头的话 就点点 如果你真的点了头的话 三位之后你就不需要跟我说 谢谢你讲得很好 回到星期五的话 我们也想起以前在教委里服事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坐在这边 然后呢就 我看到她 我一上去开始讲 到没多久她就开始点头 点了差不多我讲完了 也就点完了 然后我们教委的习惯就是我在文课 会跟大家握手的 她出来了 她有个握手 她说不是 真的谢谢你今天的讲到 我都差点笑不出来 但是还是 虽然我跟她比较熟一点 但是还是不好意思 还是点穿 后来 自己也退休了 然后就开始坐在讲台的另外一边 然后 发现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子 所以当我再讲到台的 你们在点头修行的话 我完全能够了解 我一点都不会真美 好 好 那我家有三个孩子 当我看三个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 因为三个都很不一样 真的很不一样 但我们做父母的往往都是希望 然后看你的三个孩子 有哪些公投的地方 那一看一看 每一个都不一样 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 然后吃同样的食物 长大了 又怎么不一样 那有时候我们跟孩子们也开玩笑的 就说 你跟大人都不一样 跟哥哥他们都不一样的 哥哥弟弟也不一样 会不会是从银沟里面捡回来的 那至少我的母亲 有时候会这样子说的 你看你们四兄弟姐妹 这一个就是从银沟里面捡回来的 基督徒的成长 是好像孩子在家庭里面 长大一样的 因为身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 都是很不一样 没有一个好像汽车工厂的生产线 或者在这边做饼干 我想在国内的话 大概就是做这种做睡觉皮 用一个模型这样一盖一盖 然后刚好出来就是一模一样的 厕制也是从这边进来 那边出来的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圣经里面 你好像看不见这样的一个图画 如果我们熟悉但一里故事的人 我们应该明天我们会讲但一里 你知不知道他对神有一个 专一的一个伪圣 他拒绝与一帮文化的妥协 是一个年轻人 但是就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原则 他的底线 他对神有一个非常坚定 一种很正确的观念 或者一个很有激励的生活 但是当我们看彼勒的时候 就发现非常的惊讶 看见他们两个人的差别 但一里好像都磐石一样的 但是彼得呢 就是另外一位坚然不同的 但是从彼得的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另外的一个真理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有几刊的彼得 就是神如何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 使我们能够长大能够成熟 如果看彼得的话 你真的有时候 你很少听人说你要像彼得 从来没有这样子说过的 但是当你在看彼得一生的时候 你会看到另外的一个真理 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有不同的他的一个作为 使我们慢慢的长大 在我们这里第一 第一点我们想要看的就是 在我们的成长里面 我想我们做基督徒 对我们需要了解 要有一个信念 就是神对我们的成长有一种尾身 神不会说 把你放在一边让你置身之灭 在圣经里面看不尽这一点了 反而神是对我们有一种的尾身 我们时常说人要对神尾身 这都很好 但是有时候需要稍微停一停 来想一想 不错人需要对神尾身 但是也不要忘记 神也对我们有一个尾身 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看到彼得第一次跟耶稣的相遇 然后在这个之前 彼得他是被称为西门 然后他的弟弟安德里 就把他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的第一句话说什么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 那西门在这一个的时候 与耶稣相遇的时刻 他得到了一个新的称呼 一个新的外号 那在那一个的时候 往往在名字之外 加上了一个外号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 更多的认识这一个人 比如说 会讲到他的脾气 有点像大队一样的 或者是他归属的一个政党 帮助你认识这一个人多一点 那基法的意思就是磐石 因此耶稣在这里 是跟彼得说 西门 从现在你要被称为西门 然后磐石的人 但是当年 当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一个彼得 是一个非常冲动 一个很骄傲 很有把握自信的人 也因为冲动的缘故 很多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有时候也说了一些话 后来又在那里后悔 他好像什么都是 就是不像一个磐石 我们从来没有人说 彼得像磐石一样的 没有人会这样子说的 我们所看见的 就是彼得目前这个样式 但是耶稣所看的彼得是什么 耶稣不是单单看彼得现在是怎么样 而是看将来他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耶稣给彼得的一个新的名字 就在对他说 对他有一个承诺 就是他要将这一个的原料 这个彼得 然后加工 然后改造 使他能够成为一个磐石 给彼得这一个名字的时候 耶稣总是也将自己尾声 给彼得的成长 和彼得的那一个生命的改变 你看这一个 你能不能够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一对 你真的要用你的想象的 是什么 现在的手机的软件还没有到哪里 还没有进步到一个地方 可能很快就会有了 如果你拿Google的有一个软件 你来造一下 那么它就会帮你造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纸酱 像纸头的那个酱 它就泡谱 就是在做纸头之前的 像那些的雾碎 然后烧啊等等 煮啊 弄成这样的一堆的东西 然后经过了处理 这个处理你看就变成了 是这样的纸头 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纸头 这个纸头是用来做美国的钞票的纸 我们看到这是没有加分的原料 很难看 只是但你看一下 从这个经过的很多的处理加分 最后的这一个成品 就好像在菲律比书这一句话说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中动的善功的 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 逼成全这工作 神就是按照彼得的本相 把他接纳过来的 全盘的接受过来 并且给他的一个应许 要在他的生命里做那一个改变 做那个塑造的工作 我们可以想象 彼得 对不起 是摩西想象 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刚强 蛮有自信的人 充满了对自己民族的热爱 蛮有自信 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 但是有一次他因为杀了一个人 就要逃离他所居住的埃及的皇宫 然后在旷野有四十年 在那里保护养 然后四十年之后 神向他显现 就是要送他回到埃及 把神的百姓带养出来 在摩西四十岁的时候 摩西我也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 但是在四十年之后 八十岁的时候 神跟他说 就是要你回到埃及 将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 那个时候摩西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不停地站在那里 说我不能我不能 你看一下 摩西从我能 然后转变成我不能 然后最终神对他说 这是可能的 我会帮助你的 只是我们往往看见 这是一个人不前的状况 但是神所看的 是他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想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 很多的时候都是像 带一个密油加工的原料一样 是不是 我们很难看 当然你外表可能很美 但是你知道自己内心很难看 很肮脏 如果知道我的内心的状况 我就发现我一点都不能够吸引人 我们很多的时候 会说一些我们不该说的话 然后做一些我们不该做的事 或者我们没有说 没有做我们该说该做的事 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 他就要按照我们的本相 就是你这个样子 他就把你接纳了过来了 他从来没有说 你先去改 你改好了之后 你再回来 再来跟随我 他没有讲说的 反而怎么 就是当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 按照我们 带着我们的罪 我们的破数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在那里拒绝我们 他就是这样的 全盘的 将你和我 把他接受过来了 并且他还不但如此 他还应许 他要在我们的市民里工作 把我们改变成为他的样子 把我们改变成为他的样子 如果我们所看见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本相 我们会感觉到灰心 会感觉到死亡 是不是 看到自己来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没有的 是不是 或者是我们对自己 或者特别对别人 也更加会非常的严厉 但是如果我们学习看到自己 或者别人 不是单看目前的光景 也可能将来的可能性 我相信我们对自己 和对别人 会更加有恩赐 更加有恩赐 我时常跟我身边的一些 年轻的同工 但我在安政部退休之前 我时常跟他们说 我说我不甘关注你 现在是如何的一个传道人 我非常注重你现在是一个 怎么样的传道人 但是我往往也继续跟他说 我更加关心的是 你五年之后 你十年之后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也跟有一个同工 年轻的同工 我说你现在讲得非常的好 我很感谢神 但是我 然后我说 但是我更加的关注 你五年十年之后 你是不是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讲道者 你自己也要想一下的 不是说我现在做这也很好 做那也很好 但是不是大能停在这里 要再想一下 五年之后 四年之后 我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好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有一个标语 现在好像很少看见 但是曾经有一段时期 非常的热门的 那个广告的 那个标语的意思就是 神仍然在神的工程之下 尚未完工 神仍然在工作 或者是说 Constructionist 神在我的生命里 还在那里做 神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 来塑造我们 来改变我们 神 祂先把我们 就是这样按照本相 把我们接纳过来了 然后祂对我们有一个人维持 祂叫我把你改 我会把你对比的时候 我把你变成像韩式一样的 他也跟我们一个人说 我就是这样的把你接纳过来 我在你身上 我会工作 会把你变成 我想要的 哪一个样式 好 我们继续 再往下面来看一下 同样在 以彼得为主 在下面我们看到的是 神是我们的 看见我们的破碎 来帮助我们的成长 耶稣委身彼得的成长 耶稣从来没有说 西门现在你的名字叫做激发 然后就不理他了 这没有把他放在一边的 神对他有这回神 那是怎么样在那里工作 怎么样在彼得的生命里工作呢 在路加福音的 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八节 那你讲到在彼得圣明里的另外的一件事情 他在福里 在加利利海那里打了一个晚上的鱼 一点的收获都没有 那第二天耶稣到他那边 就告诉他 你再上船去打鱼好了 然后鱼服一般都知道 你再不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去打鱼的 特别那地方没有鱼的话 你不会再去那里的 因为特别是在白天 你不会去打鱼的是不是 打鱼的话都是一早 一早或者是早上大概 四点到这里就出去了 然后七八点都天亮了 你就回来 然后要么晚上再去 就是晚上四点十一点 回到家回来的时候 也是我们深夜要两三点钟 好 你不会去的 晚上的早上是清晨 是打鱼最好的世界 但是因为耶稣 彼得就听了他 然后再一次的回到这个福的中间 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但是当彼得看见 他说拿到了这么多的鱼的时候 这里西门彼得看见这种的情景 就是看见这么多的鱼 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 主啊离开我 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在福音书里 所以彼得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人 他夸口说 就算别的门徒都离开了你 出卖了你 我永远不会的 但是彼得否认了耶稣 不单只是一次的否认 乃是他讲了这一句番话之后 别的门徒都会离开你 但是我不会 就是讲完这一番话 几个钟头之后 他就三次的否认耶稣 对彼得是一个蛮有把握的人 他看见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然后他要耶稣离开他 大概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经历 对一个蛮有自信的一个人 然后在这一个的处境 在这一个的时候 你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 然后说离开我 我是一个罪人 然后另外一个跟 有这个相似经历的 是以赛亚 大家都熟悉的 在乌西亚往死的那一年 以赛亚进到圣殿 他的圣殿里看到了神的荣耀 然后他看见了神的荣耀 他说什么 他说我有祸了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个罪孙不接的人 我又住在罪孙不接的人 因为我的眼亲眼看见 大军王万军之耶和华 当人看见了神的尊荣 看见了神的圣洁的时候 唯一有的回应 唯一适当的回应来是 看见自己的罪恶 自己的破碎 在彼得和以赛亚的生命当中 神在那里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 就是在神的面前 看见并且承认自己的罪和自己的破碎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 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生命就不再一样了 神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 来帮助我们的成证 在我以前的 在念神学的时候 有一位老师 我想你们大概 很多人都认识的 就是Jeran Barrs Professor Barrs 他的父亲 一辈子是信奉共产主义的 然后在晚年的时候 有一个传道人 就是Trancis Schaefer 因为Jeran Barrs是Schaefer的学生 所以他就邀请Schaefer去 薛华去跟他爸爸谈话 所以Schaefer用了好几个小时 跟这个父亲谈话 然后向他解释福音的内容 谈话结束的时候 Jeran Barrs老师的父亲 就问薛华说 像我这样围不诸道的小虫 怎么配得上帝的恩典 像我这样围不诸道的小虫 怎么配得到上帝的恩典 这个薛华想了一下 然后就回到他说 像我这样围不诸道的小虫 我怎么能够拒绝这一份恩典 像我这样的小虫 围不诸道的 我怎么能够拒绝 这就是看见了自己的那一个罪 围不诸道的这一条虫 我相信在我们成长的过程 也或许也有这些的经验 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的信息 我们的心被圣灵所主动 看见到自己的罪 或自己的破碎自己的不足 进入了很深的奥会 到今儿还深深的记得在真的很多年前 在中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每年夏天都有 叫做夏天会去 那时候就是去了比较交外一点的地方 有一个礼拜的退休会 夏天会 那我们还记得在那一个的茶会里面 有好几次 因为晚上的讲道 有些的弟兄姐妹 看到自己的罪 在那里的痛苦 在那里流泪 在那里抛出去外面 在那里痛苦 有时候我们透过都神的话语 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 看见了自己的白患 因为都神话语的时候 往往像一个镜子一样的白患 我到今儿还记得 现在已经都是很久 也就包容一下 到了过一个年龄 总是很喜欢讲以前怎么样 以前怎么样的 那我还记得是 之上大概有四十六 四十七年以前 那时候我们实在有中学 在教会晚上 礼拜六晚上有我们的团聚聚会 那听见一个传道人 在那里流泪的 在那里承认他在道德上的失败 那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 听见了这个见证 非常的敬仰 都不知道怎么办 当然如果现在从头都来过的话 这个传道人可能不适合 不需要在这一群年轻人当中来承认 可能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平台 但是这不是那个要点 让我在年幼的时候 年轻一点的时候 越开始看到一些因为犯罪的缘故 所带来拿出心灵的那种伤痛 但是在最近的年日里面 我发现好像越来越少的人 看见自己的罪和破碎 当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一些的表现 一些的言语的时候 我们往往听见的是 哎呀我那就把我病来讲 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过去 看见一个人在骂人 我问哪里是在骂人 只不过声音大一点 声音大咆跟骂人是有差别的形式 好 各样的一些的理由 来遮盖自己所犯的罪 犯的罪 好想你们如果看新闻的话 应该是一半二还是一半三个晚上 在Montana 南边有个竞选 是是 那一个 那一个竞选的议员是吧 Congressman 对一个记者 非常的 亚洲他的国之运 他最高在一地上 然后过了两天 他的道具是什么 然后那时候 我男子犯了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啊 那时候我可以下去保证 我不是这样的人 这个就是报道歉 这个就是承认自己犯罪 打的人 推的人 只是 啊 犯了一个错误 错误了 错误了 是相信大家都会犯了是不是 我知道神在不同的人生命里 有不同动作的方式 但是我不禁 我难免不了会有管理 为什么今日 我们对罪 看着这样的情感 会不会有一个原因 可能的一个原因 我们很多人所认识的耶稣 是一位最大的一位赐福者 他会保护我们 供应我们所要的 没有太多人是因为看见了神的圣洁 而同时体会到自己的罪恶 然后才来到神的面前 在这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 我只配得到的是他的愤怒和他的惩罚 因此如果要从他的愤怒和惩罚中被救出来的话 我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 因为这一个的认识 而相信耶稣的人 我觉得今天少得谈 少得很 往往我们信耶稣 因为如果你相信耶稣 耶稣会祝福你的 就好像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就是在Huston那个教会 用一个很有名的 香港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来讲道 然后那一天他讲 那天我在帮他翻译 当然他讲完 他讲到了 到最后他就是说 他说我现在要给你们一个机会 如果你愿意你的祷告被神应允的话 那你要相信耶稣 如果你愿意祷告被因允 愿意相信耶稣的人 请你举手 我当时在他身边 在翻译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翻译 因为这句话跟我的信念 我觉得有很大的抵触 如果你因为要祷告 我应允愿意来信耶稣 圣经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教导 是不是 因为这样的信心 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四座 我已太多太多 有多少的时候 你听见一个人在哪里 向你讲解神的圣洁 神的尊容 然后在这个镜子之下 你看见到自己的罪感 感觉到自己的罪恶 自己的破碎 然后再让你说 神啊我必须要相信你 因为我不能够在你的面前 承担这个罪的所带来的惩罚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不是因为带领 我们带领人信的 不是因为带领一个人 看见自己的罪 而是要一个人看见自己 就有很多的需要 所以要相信这个耶稣 这个耶稣进来的心里 祂会带领你 会祝福你 会帮助你 可以完成你的梦等等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难怪 罪和破碎 在我们的生命里 慢慢的就消失掉了 在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 是我们经常要在这个 打光子的当中 来够看见自己的罪性 和自己如何需要神的饶恕 如果没有对自己的罪性 有这种的觉悟的话 我是感觉到我们很难成长 看见一些的信徒 信的主都是很多的人 也看见他们在教会的生活 有时候明显的看见一些的错 一些的 我们叫做死罪 对人的那种的不礼貌 对人的那种不尊重 但是往往我们就轻描淡 一些的就扫描过去 他就是这样的 当我们不看见自己罪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成长 在彼得的生命里 耶稣在那里塑造他的时候 就是让彼得能够看见自己的罪 他说我是一个罪人 是不是 离开我吧 然后我们继续的下来看 在彼得的生命当中 神在彼得的生命里工作的时候 为的是要叫他从目前的状况 带到他应该到的状况 神使彼得看到自己的罪 看到自己的破碎 然后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十字架在彼得生命里的角色 在马可福音这里 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要受难 于是他教导他们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藏老祭司藏和金学将弃绝 杀害三天或复活 彼得听见了就怎么样 他有什么样的回应 第32节 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 然后责怪他 彼得在这里说 你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 你是身为一位的弥赛亚 你是这一位的救主 又是神的儿子 你怎么能够受难 你怎么能够死亡 你不可能的事 然后在最后在晚餐的时候 你觉得耶稣拿起这个手巾 毛巾 要能洗门出的脚 轮到彼得的时候 彼得坚持不让耶稣洗他的脚 他的意思是说 你这一个夫子 你这个做好事的 你怎么样可以 你怎么能够来洗我的脚 然后不久之后 耶稣被呆哭 然后彼得又三次地服认他 他不承认他 他认识了耶稣 你看彼得要的是什么 彼得要的是一位的弥赛亚 但却不是要这位弥赛亚 所带来的一切的意义 他要的是耶稣 但是他却不愿意谦卑 不愿意受难 更加的不要死亡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如此的 我们要因为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自己 梦想的那一位神 但是却不愿意付出代价来跟随他 我们要因为相信他 我们要因为相信他 而能够得到物质上的富裕 身体的健康 但是我们不要十字架 我们要的是荣耀 但是我们却拒绝的是谦卑 卑微 我们要舒服 我们要安全 我们要保障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受苦 但是当我们再继续看彼得生命的时候 我们看见了一个转机的出现 但他三次否认耶稣之后 他就出去痛哭了 在他的心中的深处有一个很深刻 很忠诚的一个悔改 当我们在读他所写的两封信 彼得前后书的时候 我们看见的里面 是充满了顺服、受难、谦卑、十字架的话语 有人曾经讨论 哪一件事对彼得的影响最大 耶稣的死亡和复活 还是五旬节 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敬意呢 从研读使徒行传和彼得的书信 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 彼得是深深的被十字架所影响的 在他的书信里 他的两封信 你没有看见他怎么样提到五旬节的那一个经历 对彼得来说 是十字架那一个复活的能力在那里改变了他 并且还是不断的在改变 在那里更新他 你还记得当耶稣复活了之后 在海边与门竹相遇 他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吗 这是耶稣恢复彼得信心的一个方式 三次问他 然后在他们的话语对话要结束的时候 耶稣就对比的说 我实实在的告诉你 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自己梳上腰带 对不起 对 自己梳上腰带随意往来 但是当你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让别人要 别人要把你绑坐 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然后耶稣说这话 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容量神 说了这话 就对彼得说 你来跟随我吗 耶稣是在这里告诉彼得说 有一天他会被人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 这是有关彼得的死 然后你知道吗 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 彼得最后是被盗钉在十字架上的 他的头像地 他的脚朝天的一个死亡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不喜欢十字架 和十字架所带来的那种的受难 那种的死亡 那种的卑微 他不要 所以当耶稣说他要被受难的时候 彼得第一个唯一的时候 你不可以不能不能 你不能这样的受难 但是当彼得死的时候 他被盗钉在 盗挂在十字架上 看见吗 神是透过这个十字架来帮助我们的成长 当我们在成长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精进的要依靠住这个十字架 透过了十字架我们相信了神 是不是 我们从他的愤怒里面被他拯救出来 透过了十字架 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行 同时也让我们看见自己 何等的要像耶稣那样的受难 像他那样的谦卑 我们要在那里顺服神 也要顺服人 如果没有谦卑和顺服的话 这是不可能有成长的 我们只能够停留在一个树林的 婴孩的阶段 你们每个礼拜天去教会 大概大部分的人都要走一世一 那你知不知道一世一 那你知不知道一世一 在二十多年前是怎么样的一条路 是不是 就是一条的小路 从上面那条叫 一直下去 就是一条的小路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 要扩建 那在开始要扩建的时候 我已经搬走了 但是我想你们既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 去教会的话 大概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情谊 你上班有经过那一世一 然后从北到南 从南到北等等 也是非常头痛 今天看到这里 忽然间他要向右边又兜了一下 然后明天也要你往左边 那边又兜了一下 都来都去的时候 你想到底这条路 以后会是怎么样的 但是这些的工程师 是政府大概 没有一个大的图画 每天都告诉你看 现在我们在这个阶段 在过了几个月 一年两年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图画 那时候你看不见 你所看见是好麻烦的 转来转去转来不转去 到底这条路以后 会是怎么样的 但是多年之后 怎么样你看见 是一条很完整的一条的公路 就是当我再一次回来的时候 根本都认不出这条路 并以前的那个教会 以前的那个教会就是在路边的 现在CGC 福音教会的不是在路边的 是在路的下面的 是不是 那时候哪里会想不到这样 是不是 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们的成长 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神就接纳了你了 然后他就开始在你和我的生命里 做那一个建造的工程 在有些的时候 他将你和我的骄傲把它打破掉 有时候是透过一些痛苦的经历 是我看见自己的罪 或自己的破碎 另外有些时候 他将我们连根巴起 将我们只能够在他的面前 在哪里谦卑 在哪里顺服神 有所谓顺服人 是不是 有时候想到 在我们的生命里 有些的遭遇 自己在服侍里面 有些的遭遇 还记得很多年前 遇到一些要处理教会事情的危机 在那遇到的时候 我真的在想 现在会想 在那段时间 多少的时间 就会在神的面前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兄弟在那里里面 看见自己的那种的污染 看见我们传道人 我们牧师犯了罪的时候 我们那种的 自己心里面那种的难过 不是因为我犯了错 但是当我看见 我们人的那种的罪破碎的时候 在神的面前 唯一的那个 说的就是 神他求你怜悯 求你原谅 在哪里的游位 我还记得那一段的时间 曾经跟你们分享过 我说 连我爸爸去世的时候 我都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 神有时候就是让我们看见 自己的破碎 或者别人身边的一些 很靠近我们身边的人 的那种的破碎 那么我们在祂的面前 要真的有无法有所要 在祂的面前先别下来 那么也有很多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了解 为什么 祂要在我们身边里 做这样的工作 当然 离开神路不是一个 很轻易的一个决定 那时候 因为离开 我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也不能够了解 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当我去了那边 又遇到一些事情 我也在那里问 为什么 把我带到这个地方 让我经历这些 你把我放在原来的地方 那多好 是不是 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了多少次 为什么 为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 是不是 但是慢慢的 当我们在那里 越多读神的话语 当我们越多在那里 靠近祂的时候 我们慢慢的开始 看见另外的一个图画了 你看有时候 他将我们连根八起 他将我们打破 他让我们遇到耶的处境 使我们看见自己的无能 使我们谦卑 这一些都是他在那里 在工作 他在那里改变我们 他要将我们从那一个很丑恶的 还没有为家处理的原料 他一直在那里工作 在塑造 成为他要的那个样式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的每一位 你都要再一次的被提醒 当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他已经对你有了一个为师 他对你的那个为师 就是他要在那里的生命里工作 透过各式各样的处境 是你个人的遭遇 是别人的遭遇 你身边你所爱的人的一切的遭遇 他在那里 在你的生命里工作 为的是要你能够越来的越像 耶稣基督 你看你和我 仍然是在他的工程之下 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呢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好 同样的我们用些的时间来 就是要思想 然后莫想 刚才所提供的 或者你目前在一切的处境里 你没办法能够明白 为什么你会再遭遇到这些的事 或者一切的遭遇到你 看见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无能 无助 好像也大概都 会想到有些的遭遇 一些的经验 但是是不是也在这个时候 没有忘记 神已经完全的接纳了爱人 他现在也正在透过这些的遭遇 在你的生命里 在你的生命里募作 在塑造 在改变你 在改变你 将你能够越来越想他 在改变你 我知道要你 谢谢他的话 他应该非常不容易 但是能不能够示一下 就跟他说 说主啊 我会为了这种的处境和遭遇 我愿我谢谢你 他说我为了在我生命里工作 让我在这些的遭遇处境 是我更成熟 更向你 为这 我来谢谢你 好 我就用你自己的话 来跟神说 我们要来好好去 看 我们必须选择 如果我们必须 请不吝点赞 还不吝点赞 也要尽量